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汪涵的支持下获得了重生 但也不足以支撑芒果台综艺一个的地位 为了应对这样的局面 近期芒果台推出了好些全新的综艺节目 这其中最令我惊喜的当属新精彩播出一期的时光音乐会 与其他闹腾的综艺不同 这是一档充满了怀旧与音乐的慢综艺 而且还没有用一位主持人 最令人惊讶的是 这次节目组居然一次性的请到了谭永林 许如云 廖昌永 李克勤 林志炫 林花 曾毅 张杰 玉可为 九位不同年代的音乐人一起来参加节目 这样的大手笔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 事实证明 有诚意自然就会有惊喜 节目一开始 八组音乐人就开始提起笔 给过去的自己写信 写给曾经对自己的音乐事业 更重要的一年的自己 节目组的这个设定真的非常棒 以往呢 我只知道给未来的自己写信 没想到给过去的自己写信也能让我看得感动不已 谭永林 第一位出场的是谭永林 说实话 看到谭校长出现在这个节目里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节目妥妥了 谭校长将信写给了1985年的自己 那一年 他与成龙一起拍摄了电影《龙凶湖地》 那首粤语版的朋友就成为了谭永林 与成龙友谊的见证 随后谭永林在现场演唱了这首歌 动情之处 在场的嘉宾都隐含泪光 演唱完歌曲 众人在一起聊天时 谭永林讲起自己以前是练标枪的 很巧 廖枪勇也是练标枪 随后两人做起了投掷标枪的动作 从两人的动作来看还真都是行家 林志炫 第二位上场的是林志炫 林志炫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位很有内敛的 拥有绝对实力的歌手 只见他从邮箱里面拿出信件 读起了给1998年的自己写的信 那一年 林志炫32岁 他抓住了那首影响他一生的蒙娜丽莎的眼泪 今年已经55岁的他 又是这场时光音乐会中再次唱起了这首歌 与以往不同 这次林志炫对这首歌进行了重新编曲 听着欢乐很多 众人谈起自己的1998年 林花和曾毅的故事却最让我印象深刻 林花说当年曾毅是他的总监 他因为看世界杯迟到了 曾毅就铁面无私的罚了他500元 这让当年一天才200元工资的他 直到今天都不能够释怀 李克勤 第三位出场的是李克勤 在香港歌坛 左邻右邻组合那可是如雷贯耳 这个左邻就是第一位出场的谭永林 而这个右邻指的就是李克勤 翻看信件 李克勤将信寄给了1992年的自己 那年李克勤刚刚出场 还不知道未来怎样 但是才华横溢的他 就在一夜之间写出了那首非常经典的《红日》 随后李克勤将这首歌带给了大家 在谈起1992年的时候 廖长永说自己当年就在香港的演艺学院学习 当李克勤问他 那年对香港的印象如何时 廖长永非常坦诚地回答 好闹 感觉天天睡在马路上 太热闹了 许如云 第四位出场的是许如云 说实话 在这些歌手当中 许如云才是真正陪伴我青春期的歌手 读书时 他的《如果云知道》 《美梦成真》 《泪海》 《我依然爱你》 都是我喜欢的歌曲 这次许如云将信寄给了1996年的自己 在那一年 他第一次与独角戏初次相见 就随之而爆红 至今都还有许多听众会把这首歌的名字 错认为是独角兽 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在谈1996年 那年曾毅在电子厂上班 林志轩在父亲的印刷厂上班 廖长永获得第一个国际大奖 林花还在老家听腾歌耳 时光就是这么神奇 他就像是一个魔术师 可以将原本不可能相交的人融合到一起 凤凰传奇 第五位出场的是凤凰传奇组合 林花和曾毅 林花和曾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2004年 那年对他们的音乐生涯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 在这一年 他们遇到了《月亮之上》这首神曲 2008年 林花和曾毅带着这首歌登上了央视春晚 那个非常经典的空中登自行车的画面 一看过就忘不了 这次的谣言对他们来说 不光是一次面对全国观众展示的机会 还是对他们音乐道路的认可 但这只是好的结果 期间林花和曾毅还曾陷入绝望 因为这首歌在彩排六次之后曾经被拿下 不过幸好有惊无险 从2004到如今 凤凰传奇已经成立17年了 他们不知不觉间 已经成为了我国音乐组合的传奇 张杰 第六位出场的是张杰 作为芒果台的音乐综艺 张杰因为老婆谢娜的缘故 肯定是近水楼台先得乐的 但这样的机会也只会留给有实力的人 而张杰就是货真价实的实力歌手 打开信件 张杰将信写给了2010年的自己 这一年是张杰人生中最低谷的一年 甚至已经产生了抑郁 不过呢 或惜福索系 也就是在这一年 他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首歌 这就是爱 到了2018年 张杰跨入了自己歌唱事业的一个顶峰 在鸟巢开演唱会 当时全场八万人 一人唱起了这首歌 那样的场景 至今张杰都念念不忘 注定这一辈子都会铭记于心 郁可为 第七位出场的是郁可为 与张杰类似 郁可为也是芒果台选秀出道的歌手 他这次能来参加这个节目 与谭永林 许如云同台 可以说也是对他歌唱事业的肯定 郁可为将信写给了2019年的自己 在这场歌手中 选择迄今最近的一年 因为在这一年 他遇到了自己最爱的路过人间 正是这首歌让他对人生有了更深的理解 做好自己就好 在郁可为现场演唱这首歌时 谭永林给了很高的评价 他说 郁可为唱得好 很像当年的王菲 我听完这首歌也认为非常不错 在同期出道的歌手里面 郁可为能走到今天 真的是唱功了得 廖昌永 最后压轴的是廖昌永 他选择的是写给2018年的自己 这一年 廖校长第一次参加了综艺节目 深入人心 这个节目同样是由芒果台打造的 由此可见 廖昌永与芒果台的渊源 早就在那时已经解下了 2018年 廖昌永演唱了一首《往日时光》 这是一首怀旧的歌 廖昌永从最首歌里面 找到了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三个人 第一个是他的妻子 第二个是他的女儿 第三个是他的恩师 在读这封信的时候 廖校长还说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 当年他求学路上生活困难 却总能够在需要帮助时 收到匿名的捐款 直到很久以后 他谈了恋爱之后 才知道这个资助他的人 就是他的恋人 现在的老婆 总而言之 芒果台真的是太牛了 从观众的口碑来看 时光音乐会真是开了一个开门红 下一期是谭永林的专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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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点赞订阅 吴点赞订阅